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大家好 那宝华老师一开始先把你的这个 哇 你这本书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介绍 资料量非常的多 而且范围非常的广 那你怎么会想要这个 把自己这么多过去的以前 从小时候出生一直写到现在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经历相当特别 而且这个不但经历特别 而且碰到的事情也特别多 但是这段历史好像很少人来写 因为我想这个很少人来写 很多是有政治原因的 因为就比如说我在印尼 印尼大家都知道我们后来是 因为在文革的时候 但是红卫兵把那个中侨委冲击的时候 就把一些机密文件都放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知道 但是我在印尼所就读的学校 里面很多地下共产党员 但是这个问题后来没有人敢写 全部都被记录 你在印尼那段时间 对 那次我在多读初中高中 因为后来我们这些华侨 我们离开印尼的时候 都按了手印了 法式永远不再回去 不回印尼 不回印尼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 中国放我们出来的时候 大家全部集中在香港 但在香港大家知道 找工作也并不容易 但你要找个工厂的工作 当然还比较好 但是里面出来的很多 像我们这些乔生 都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的 都有些专业知识 但在香港你要找一个工作 并不太容易 所以很多人就还是 最后是正好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很多人就接过去 在中国的关系 又回去 一做生意 一做生意就不能讲里面了 当然 所以等于是我们很多华侨 到了香港以后 开始还比较 还批语困难 到后来大家都 几乎嘴巴都闭起来 可是宝华老师 你那时候在印尼已经读书 读完这个初中了 那时候17岁为什么会想要回中国 是那时候的这个共产党 它很吸引你是不是 那时候他们的理念 对 我是这样子 其实我从小学 我爸爸妈妈是小学老师 我爸爸是校长 我那时候读小学 还在印尼的solo 还不是雅加达 一个小城市 但连那个地方都有 对于共产党在 地下共产党 对 地下共产党活动 所以我的老师里面 一些年轻老师 等于是在本校初中毕业以后 就反过来教小学的 那本身就收到一些 所以他们对我就已经 就进行统长 在1947年的时候 就去借了这个美国 那个左派记者 那个Snow的那个事情 安记 借给我看 所以当时我就知道 虽然看不太懂 但至少也至少知道 有个共产党 毛泽东是好像是好人 为社会打包不平的 所以那时候老师 就对你们洗脑就对 对 已经五年纪给我洗脑 然后到初中高中的 雅加达更不得了 那些校长教导主任 好多都是党员 而且相当 后来我查 后来我查 有些东西后来我们知道 其中像一个中华中学 他的那个教导主任 叫做张国基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知道 当时很多老人 都受到批斗 因为他们过去 社会关系 他怎么没有受到批斗 而且还做了一个 一个博物馆的馆长 后来知道 他是毛泽东 在湖南的同学 后来我再到印尼 再查知道 他还参加过南昌暴动 这个不是 那我自己学校的 霸城中学 可以教导主任 因为他后来也回国了 比我还要玩回去 十年 我那时也想查一查 他到底哪一年回国的 因为后来不是说 1966年印尼发生 一个右派政变吗 对 所以我想他怎么能够 右派政变以前都讨回去 那以前都像中工 好像知道了 他们全部都回国了 所以没有 没有遇难 一查不得了 他见过作案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老公 那个一套系统 相当绵密 我的年轻老师里面 当时是经常到了周末 到印尼的 中国做印尼的领事馆 去看电影 我后来因为什么 我回到中国以后 也要求进步 我也加入了共青团 但是共青团有个规定的 每个礼拜六下午 都过组织生活 哎呀 我在想起来 他们这些党员 礼拜六晚上说 是到领事馆看电影 现在都去过组织生活 所以那个情况下 我们学校怎么不受影响 特别是1950年 韩战爆发的时候 但是我懂初中 正好进入初中二 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班 都上面一个指示 就是每个班 都定立爱国公约 爱国公约里面 当然就是什么 所谓三好 什么爱祖国 爱学习 爱劳动这些东西 但我印象最深的 就有一条是 不准看反动报纸 还不准看美国电影 这个对我印象很深的 因为当时 但是我们美国电影 都是很吸引人 什么正好是《基督上恩仇记》 什么泰山的电影 但是都不是我们看了 反动报纸也不是我们看了 所以从此就 我后来也想想很奇怪 在当时在印尼 当然这种优势力 既然会把我们都优势到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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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抗 连偷偷去看都不敢 是 我觉得这个事实在太厉害了 就怕被人家密报吧 对就可能有人密告 密告虽然也不可能 对我们进行什么 严重惩罚吧 但是 好像我们到时候 一杯 万一被学校里认为 这是落后分子 或者什么东西 我们就觉得自己 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因为如果 如果是落后分子 他会受到歧视 是 所以从精神上的压力 也就是一定要 就是跟共产党要跟得很紧 一定要跟上节奏就对 对 所以整个基体如果你是落后分子 就会被歧视 当然如果从县史上来讲 就是比如说 如果你落后分子 加上你毕业的时候 可能分别工作 都不会分别好的工作给你 会有这样子的 我看这本回忆录 几乎你的教职 好像都是国家帮你安排的 到哪里就要打 那时候中国完全没有 因为完全没有私人企业 没有私人机构 没有个人自由 所以就是叫做国家分配 所以如果你对抗的时候 你就要失业 就失业在家里 包括我们考大学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想考一 但分数不够 就分配你到农学院 就去农业 一般你都看不起你的农业 大家不肯去了 一不肯去以后 就很麻烦了 你就是不服从国家分配 你这个在思想上 就是好像跟党组织搞对抗的 以后你再 你要再考试 再什么东西 就会受到很多的阻拦 那后来这个宝华老师 为什么决定离开中国 我们稍后再来谈 我们先问杨姐 你们当初怎么相遇的 因为其实书里并没有琢磨这一段 对不对 爱情故事没有讲 因为老师说 包括他的前半生 他也都是几乎 也都是精简的浓缩版 因为他说 如果他样样都要解释的 弄得很清楚很细致的话 可能一千页都不行 对这本书已经快要六百页了 对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简约了 我甚至 而且以他的个性 我甚至跟他讲说 这个书中间有好几段呢 是提到一些人帮助过我们呢 他只叙述那个事实 他只说我们谁谁谁帮我们什么 我说你怎么对这些人都没有说 感谢他 他说我的恩人 他说不不不 这样太弱马了 太矫情 太矫情了 就写事实就好 对他只写事实 但是我是觉得讲不好 那么我是从 我是台湾的外省第二代 我的家人是从上海 我父亲是上海中央银行 跟着我们的蒋公老蒋总统 撤退 撤退 中央银行最后一班的那个飞机 但是我爸爸太厉害 他的人员太好了 在撤退的最后一班飞机 竟然有本事 那是人员太好了 把太太跟五个孩子 我上面的兄弟姐妹 全部都安排在一个角落头坐在那里 坐在地上 在那个机上面 如果那一次没有去 他们就是黑五类 对 你的丈夫 你的父亲跟着老蒋到台湾了 哇 那你们家庭 那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他们都到台北去了 到台北了 那然后后来也安排在中央银行 副业之后之前 有安排在台湾银行 那么爸爸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所以我的家人来说 他们都是懒的 对 他们都懒 那么在我离开台湾之前 我是当人 这个党国给我的所有的讯息 我是完全接受 照单全收 照单全收的 那么我到香港做生意 我做进出口贸易 我帮美国的公司在这个订货的 那么我在香港的时候 认识他 我们在同一个小的协会 一个团体 那个团体呢 就是叫做 是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来参加的 那这里面有作者啦 有编辑啦 有这个画家啦 有音乐家等等 各个文化艺术工作的朋友 大家一起有一个协会这样 等于是个文艺协会就对 文艺协会 对 那么他也当时是那个 香港做协的副秘书长 是 那么做协的会长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倪邝 倪邝最近也出来讲话 倪邝 那么我们是本来 他是我可敬的一个兄长 或是前辈吧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我们后来能够结缘 我觉得也是那种 是一种这个这个这个 革命感情 可是那时候保华老师 不是在香港都写政治评论吗 政治评论也要去练练文笔 参加作家协会 他不只是政治评论 他也做过编辑 也是文艺 我在印尼读中学 就开始给那边的报纸写 写一些杂文 给一些素评 生活散文也有写就对 在印尼的时候 我赌中学就开始写 然后回到中国反而不能写 因为回到中国 一个没有地方发表 第二个就是 每面文章都要审查的 战战兢兢 如果你不是说组织同意 你自己敢写到包管 一般来讲 他就认为你 有点胆域不好 有恶心 然后保华老师 你怎么样决定要 那时候离开中国 那时候其实你在大陆生活 也算是稳定 至少有个固定的教职 然后什么事情都被党安排好了 我们吵架 我们自己在中国算是高薪阶层 虽然是一个月拿60块钱 但是跟一般的很多年轻工人 好很多了 已经是好很多了 但是为什么 虽然我都回到中国 也有个过程 最后就从共产党 我所崇拜的 到后来我所唾弃的 失望就对 余党下方场的那个 是文革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是文革吗 不只 他说什么时候 最主要是文革 最主要是文革 最主要是文革教育 因为我那个 我一回到中国是1955年了 那时候中国正好在开展 这个所谓 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 但是有一批文艺界的老人 有一批文艺界的人士 包括虎丰反革命集团 就被救出来 批判了 但是出了一本书 就是他们的反革命集团资料 但是我又要考大学 我想可能这些东西都要考的 所以我就买来看了 看了让我比较吓了一跳 他们朋友作家之间的写信 那些信件 全部被公开出来 他就公开出来 毛泽东亲自写批示 就说这句话 好厉害 这句话 而且批示 向到五线三岸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 反革命语言 这些话是怎么样的 我那时候看了以后 都是有一点震惊 因为那时候宪法看通过 有什么通信自有 所以这件事情 但是我虽然还是相信共产党 但是对我自己当时我就开始 冲击很大 有一点防止了 所以从此以后我写信回家 我都讲好的事情 我都不败 都赞美就对 然后更加重要的是 我57年反右派的时候 当时动员我们写大字报 我那时已经入了团了 我想这是小生会的干部 我想一些响应党的号召 因为我们回去的观念 就是共产党是好的 所以大家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就千万百计 但是有个反对官僚主义 我想我们的西主任 就开学见了一面 从此几后大半年 就再也不接影子了 我想这正好是官僚主义 所以我就用了几个同学 一起写一个大字报 说寻人取士 因为我们在印尼看了一些报纸 就有些寻人取士奇奇怪怪的东西 而且把那个忍字把它倒写 所以这个大字报一出来 就不得了了 好像我们的西主任 我组的那个西是中共党史的 所以是政治性很强的 所以我们的那些老师都是党员 所以我就寻人取士 把那个忍字倒写 在中国可能那些人 我们在印尼那时候看了很习惯 人质倒写才能够适应人 我就跟那个倒过来 那个中国字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四个人签名 结果就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 所以那时候我就给 不要命 当然还有其他 也写了一些批评文章 你只是标信利益 可是就被党误解成反党就对 所以后来我们四个人里面 有两个被达成右派 我最后就逃脱了 叫做中右 就中间变右 只有右一点点就对 所以比较幸运 对比较幸运 但是从此我就 应该不只是幸运 他是华侨身份 对 他们要做样板 我们对华侨是领域的 当时是有党支部帮助我 然后全班帮助我 所谓帮助就是批判 共产党名字很好听叫帮助 当时一定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你要不承认这一点 你根本就过不了关 所以当时一般就讲 我们冬季上是好的 但是效果是 我们真的从这个来为自己辩护 要不然如果说你冬季 就是一开始就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干嘛要回国啊 利益良善就对 对 所以就这样子 当时他们也 比如说我也讲 因为当时我老家 爸爸在厦门 我到厦门 我祖父是文革 是当做地主 也被批诺过了 但是我的姑妈倒是贫农 所以我也是搞不清楚 我祖父的地主 姑妈是贫农 住得很差 我当时 因为在印尼也曾经看过 所谓反动炮子 优害炮子 好像也有人讲 同侯同销 这个农民 这个按照定量 粮食就是固定给的 吃不饱 所以当时 我也问我祖父 我说 这个粮食吃不饱 怎么回事 他说的确吃不饱 我当时还问他 因为当时我问他 因为在印尼也偷偷看过 优害炮子 虽然自己本来不敢看 于是偶然 好奇就偷看 所以但是看到 那个古林头战役 因为当时在我印象里 共产党是 暂如不胜 他每天的宣传都是打胜仗 那种 对 是我宣传 所以当时我就 我就问我祖父 那个金门到底 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那时 共产党讲 国民党这个是 造谣 他不承认的 我祖父说 的确有 但是 我提一件 我没有东西讲 我就只好讲说 那个农民 我到厦门去 有时候我家里 那些亲戚说是 那个定量 吃不饱 是不是有问题 希望共产党考虑 但是基本这个问题 因为刺激到军队 很敏感 我自己 已经有反应到 这个我不敢 不敢讲 太敏感了 对 但是因为农村的问题 也是我 攻击党的政策 他批判的时候 你看 班基里 都是农村出来的 为什么他们没有 讲这个问题 就你讲 说明你是不是立场有问题 我会想讲也的确 为什么他们在农村长大的 不讲 我 怎么会讲 是教职的 他们聪明 他们不讲 是 我谁认错 我可能了解的不够 或者是误听什么东西 就是正好这样子 而且当时也觉得 也的确讲的是 说明我 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就是真的是 一直检讨 所以以后每次搞政治运动 都要把自己过去的东西 挖出来 检讨一番 是啊 可是我看 回忆录保华老师 那时候文革居然没有被 红卫兵批斗 我那时候觉得 老师怎么那么幸运 因为你是教职 那时候年轻人不是 往上批是很正常的吗 这个东西 怎么真的讲 因活得父 因为我1960年毕业的时候 分到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系的一个 中国革命史教研组 但是在里面 当时中国正好发生大饥荒 对 所以当时我们政治学习 就是在谈这些大饥荒的认识 我们当时不晓得 毛泽东或刘少奇 当时有多数不知道 我因为毕业的同学 散步到全国各地 我们说寒暑假 也是会奔在一起 那么他们传播讲一些 中央领导讲的什么三分天在七分人祸 但是上海当时是科青师 科青师是中共党内是极左的 所以上海是封守这些讲法 所以但是我听到说 北京有人讲是三分天在七分人祸 我在政治学习这时候 也就提出来 有这种讲法 所以这个是背离上海的主流 主流意思 所以像这些问题 所以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 就把我调离这个学校 就觉得我这个人 思想是有些问题的 不适合再告 因为我们在大学里 是也要培养这些 就是怕我会毒害 毒害那些学生 影响学生就对 所以把我调走 我这个调走是一下子降了好几级 一般是大学里 所以你要降的话 就降到一般的中学 往下降一级 但是我是降到什么 降到花工局的 已经不是教育局 不是教育系统了 跑到工业系统的 一个学校里面 叫做半工半堵 就这个学校是一个礼拜上课 一个礼拜在车间里 学技术的 一下子等于是跳两级 就等于是从此 这个教育系统就断结关系了 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我也不敢反抗 是摆明了扁你的 但是如果反抗的话 你什么工作都没有 更惨了 我知道 但是有个好处 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单位以后 一个你没有什么朋友 都不认识 所以不会乱讲话 没机会讲 第二个 你被学校的人 思想水平比较 一般比较都讲吃吃喝喝 对政治不是那样的关心 那我在华东市当 那个全部搞政治的 就是敏感度都特别高的 你讲说一句话 他们就跟你乱搞 所以是这样子 在那个学校里 等于是救了我一条命 就避过文革了 所以那票人对政治比较冷感 所以自然文革那时候 就跟不懂了 又吵不到他们 程度比较低下的 所以等于逃了一条命 所以我从这里面 我真的是因祸得福 我这个都是很相信一个命运 可是我还想说 你后来决定要离开中国到香港 那时候中国怎么会同意 是因为你侨胜的身份 他比较不刁难 对 父母在国外 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当时 一个是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了 第二个当时 中国跟苏联不是在闹翻了吗 苏联当时就部署中兵 准备打中国 所以后来是美国 美国在帮中国 那个基辛基 跟你各自访问中国吗 所以当时 毛泽东要表示 你们对我们 好像说我们这个是 怎么封锁 怎么锁过 真的都是污蔑 所以当时就 听说是毛泽东 在内部就发出一个指示 说对这些华侨 就来者欢迎 弃者欢迎 但这个指示 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 但是我们是在 华侨的圈子里听到 传开了 所以我开始 就是尼克森来的前后 开始方宽政策 但是我不相信 因为你没有公开的 谁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后来我妈妈从香港 回到中国也就问我 她因为在香港 知道有些悄生已经出去了 就问你要不要 对她就回到中国来 就问我要不要出去 那这个消息才 我们才逐渐得到 得到证实 但是呢 我那时还是不敢出来了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你是你出来 万一你不成功怎么办 对啊 因为有退了 不成功就永远 也有永远当作叛国 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整理 对对对对 第二个 第二个我回到中国 我说我喜欢党史的 到香港去 我做什么工作 不知道做什么 开玩笑吧 而且我说党史他放不放 因为这政治性很敏感的 对对 你等于是党培养的 对啊 他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这是党校啊 所以他放不放 万一不放之后怎么办 所以就 所以我妈妈回来两次 1972年73年回来两次 一直劝你就对 劝我 但是我都不敢 但是我当时也很关注 中国的史势了 所以我当时 我们对周恩来 还是一直抱有幻想 对周恩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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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家伙太乱了 就希望马泽东死了以后 可能周恩来 可以上来 周恩来上来 可能这个局势会 中国会好一点就对 就是会改变 但是后来1964年 那个马来西亚总理那个 那个他是叫拉赫曼 就访问中国 一般都访问中国 晚上就要开国宴嘛 对 开国宴的时候 一般是周恩来主持 结果那天说是周恩来 身体有病 缺席 换别人来主持 我一听到我就吓坏了 我说这个周恩来 就有病了 毛泽东的宣传上 说还是什么红瓜麻面 虽然看到也不大行 但是那个宣传上 还是乱讲 所以我看 怎么是可能周恩来 比他早死 那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所以你就有敏感度了 所以我就赶快 所以我就过来 决定要出来 当时我本来不出来的时候 还问题 但是我在那边结婚以后 我们结婚房子 都是国家分配的 给你不给你 都是国家分配的 对 所以但是 像上海 后来造了房子 有抽水马桶什么东西 但以前的老房子 都是要做木头的马桶 早上有人摇铃收粪 出利游行 但是开始结婚的时候 给我那种房子 我从来没有 这种马桶搞到 所以我当时说 哎呀再等一等吧 等那个分配 抽水马桶房 后来等到文革 就发生 这个完全就 完全就生产什么都挺顿 当然也没有 也不会造房子 就没机会 对啊 所以后来就没有 没有呢 我妈妈当时回去的时候 看我还不想出来 就帮我去 找关系啊 能不能那个 找房子 给房子 安顿一下也好 但是结果是 也没有找到关系 因为她认识 她的同学在北京的 像那个 公棚的 公棚的姐姐 公扶生 跟她是同学 但是她丈夫 但是外交副部长 张汉父还没有解放 就还在 还在牛棚里面 所以她根本不敢出来见 所以她想找关系 也找不到 是 后来我去 我就直接去找房管所 因为当时我也知道 开始要对华侨统战了 结果 我不晓得这个统战是 我们印尼的 东南亚的统战 已经过时了 她就要统战的是 英美 日本那些 那些新的那个 她要拉拢的那些 敲声 对对象 我们这些已经过时了 所以我去房管所 我去房管所 我说 我结了婚几年 没房子 希望申请 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为什么房子 这样子缺少 是国民党造成的 你承认不承认 我怎么敢不承认 如果不承认 那是国民党造成的吗 我就说是国民党 国民党害的就对 我说是国民党造成 既然是国民党造成的 那这个事情就要慢慢解决 你就耐心的等 对对对 就不是党的错就对 对对 就这种方法 我当然 我这种没有希望 后来 其他华家同学就讲 了解就 你要申请房子 不如申请出国 还快一点 是是是 就这样就试着办 然后就真的让你出来 然后就到香港 然后到香港 当然要找工作 就是 无形中就是 因为你对中国 共产党的了解 开始做政治评论 这样子写了 对 用笔名写了 我知道你笔名 有时候还有一个叫 好多笔 周怀 怀念周恩来 不是 周怀这个一个 对 因为那时候 我快出来的时候 周恩来刚去世 另外我乙夫 我回国等于到 我自己那边一个家 就等于是我乙夫 乙木家 我乙夫是新周的 我想这个周怀 等于有两个 意涵这样子 又怀念我在 所以好几个笔名这样 我几十个啦 我好几十个笔名 大家知道的笔名是林峰 对 因为早期在 对早期在中央日报 他也写两岸的问题 写很久 就有林峰 香港的朋友都是喊他林峰的 是是是 那这个杨姐 接下来讲到 是 你们在香港相遇之后 然后你知道他是写政治评论 那你是做生意的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你那时候心里不会有一些 我喜欢写作 我非常喜欢写作 所以你是欣赏他的文笔喔 也不是 因为我自己也写专栏的 我自己也写专栏 但是我写的是富刊 比较生活化的 文艺类的 对 然后你那时候都不会想到 但是我到了香港之后 我整个的一个大的转折 是我认识了一批 很难得的 是我人生中的 很意外的一批反共人士 他们有一家小报纸 然后他们有一堆人 非常反共的 那么我也就很好奇 不过老实讲 我们在台湾大的小孩 我们一向不是都是尊敬讲公 都是接受他的反共必胜 进口必成的这个理念的吗 是反共的吗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 这些人是反共的 那可以跟我做朋友 那后来久了之后 然后在海外回望台湾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看法 对于所有以前这个国家给你的 这个党国给你的这些讯息 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了 所以知道什么叫做转型正义 什么叫做党外 什么叫做真正的一个国家 这样子的 然后在那个香港的话 那个团体 那个团体当时在香港是 这是非常气势非常强 活跃就对 很活跃 而且当时的香港的各个 这个各个的社区 一到双十节都是张灯结彩的 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 但同时也是反共的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当年他在香港的时候 他跟国民党的那边 国民党的一些朋友 我们也是有互动的 并没有排斥 因为本来反共就是一致的 对反共是一致的 只是因为后来做法有些差异 做法的差异 没有错 好 那那个宝华老师 你那时候是到了这个1997 香港回归前 你才决定要移民吗 就是你不想再跟中国大陆共产党 有所瓜 因为他又来了 其实六四以后我就想走了 所以六四以后我就到 第一次到美国去 我就去考察 后来我女儿嫁到英国去 我也到英国去看 因为我女儿在英国 也许我到英国去比较方便 但后来看到欧洲 生活程度太高了 不容易生存 不是我这个文化人可以承受的 所以在97以前 我也曾经想是不是要来台湾 那时中华旅行社的一个经理 就是曾安国 曾经在马英九办公室做主任 所以我也曾经跟他拿来表格 要申请 但是后来因为认识他了以后 因为我要准备要去美国 她女儿在美国 是这样的关系 是赌书 所以她想去美国 就跟着我去了 那我说干脆我就一起去美国算了 因为我说老公拿到香港以后 我说马上就可能就对正台湾了 是下一步 下一步 那我说我不如一次跑远一点 对 免得你跑到台湾之后 然后他又要来台湾 你又要再跑就对 对我说又要跑一次 我说我好不容易到香港 我本来到了香港 我也不想 我想找别人职业 我也不想再写政治 我这写政治也太风险太高了 因为香港共产党的影响力太大了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巧胜圈子里就传了很多消息 就共产党怎么厉害 很多手段就对 很多手段 就是我们到了香港几乎还处在他见识之下 还传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谣言 就那个马思聪那个音乐家 他不是文革一出去就叛逃了吗 所以他曾经在某一个地方演说的时候 当时被中共的特务一枪毙命 暗杀 但是跟我们后来出来说完全没这么回事 就是吓我们的 还说你到了香港以后 到入境处他们会跟我们问话 你不要乱讲话 一讲有一个乔生乱讲话 以为到了香港安全了 我们当场就知道了 结果他一到住宿地方 那个电话就响了 就打来 一到其他就警告你说 你看你讲些什么东西 恐吓你们 所以讲到我们都会都很难 所以后来到了香港我的笔名 我换了几十个 其实不让共产兰知道 但是你为了生活 你还是要再回头重操你的本业 所以还是努力的去写一些政治评论 过生活 对也纯粹写 另外特别是共产兰说要收复香港了 我想这个点又把我看饱了 所以我想香港人到底没有像我那样子 在中国住了这么几十年对共产兰了解 所以我就开始写 但是我们也跟朋友商量怎么写法 我说你越怕共产兰要搞你 我说干脆 因为我们也知道共产兰对反革命 你反革命做的越大 他也要统战你 你闪闪瘦瘦的他把我整你 所以我说我干脆就什么话 我想说的我都说出来 做大反革命 你反而不敢不敢整我 因为我也找共产兰这个笔记 所以我就干脆有什么话 敏感问题人家不敢提的 我就 你越明显他越不敢针对你 你越有知名度 你红了他不敢扔 因为你知道国民党那些战犯 不是你的什么史拉战犯 后来都放出来 否则下面那些什么保长 什么连长 很多都被枪毙了 但他很幸运 他人生每一个阶段总是遇到一些贵人 像说张武昌 我们著名的香港的经济学大师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院长 就很欣赏他 就把他从信报挖过去港大 在他身边做着特别的助理 那替他安排专门去研究 跟专门接触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 所以那让他 他的人生经历里面多了一样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曾经陪着他的老板张武昌 两个人一起陪伴 这个美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大师 Milton Freeman 傅里曼大师 由中国 傅里曼由中国那个八十年代末 那两场那是不得了的 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历史 所以他替他们策划安排 对 苏里有讲 你陪他重回中国就对 对 所以这个张教授是他人生的贵人 后来我们去移民美国的时候 他的案子也是据说是打破了 有史以来的美国移民书的例子 一天就批准了 因为他的推荐人里面 又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勇 又有普林斯顿的宇因斯教授 但是也有弗里曼大师 就因为推荐人够立 所以马上一天批准了 所以我们好感恩 然后到美国开始就接触 所谓的一些流亡人士 接触非常多 中共的一些流亡人士 以及接触党外 那时候就是你跟台湾开始 一些政治人物有接触 对 在香港的时候就有 香港的评论员团体 常常受邀国民党那个时候 他做得很好 常常就是一些庆典 选举都有来台湾 邀请回国 跟台湾本来就有些关系 台湾有些政治人物 有些到一些立委 有几个立委到香港访问的时候 我们也见面 但是私下没有什么来往 就是公开场合 来交流一些 可是在美国的话呢 就我们同时期又跟早期 台湾移民出去的这些 叫做比较本土的台湾人士 看到他们的无师的奉献 他们对这个国家出钱出力 没有私人的要求 没有私心 其实就跟台湾台桥里面有些外省 我们也接触 本地的台桥都接触 我们都有接触 我许中共党死了 老共搞统战 我们叫反统战 所以我也想就是 那是国民党 什么清明党 民进党 还有那边的老乔 我们也都想怎么能够 也把他们能够团结 团结起来 所以我们都有接触 但是特别多的 比较特别的 就是认识了一大堆的 中国海外的民主人士 但也让我们眼界大开了 对 老师在书里有解 就是看到 他写的很含蓄 表面上虽然大家反共一致 可是还是会内斗争支援 非常严重 对 而且像我这样的一个外省的第二代 我看到那种情形的话 我也的的确确的 让我有很大的反思 也帮助我整个 把我以前的颠倒的这个历史 整个又颠倒回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确定说 我要 我绝对不是中国人 我要做台湾人 嗯 就因为看到更多的一些理念 我看到他们的丑态 看到他们的争权 夺利 甚至也有人冒着他的名 去跟美国政府办活动申请钱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互相之间 互相之间 很严重 可是这书我来看 已经写得有点那个 只是只差一些 其实写得非常含蓄 对 其实那个那些案子那些那些事情多到不得了 让我们很很惊讶于这种人性的丑陋 好 那到底这个老师为什么到2006年就决定要移居 要回来台湾 回台湾定居 我跟你讲本来我们在内 我就讲就是我们要反统战 对 但问题是 后来那个就319抢击案 那天晚 那几天我们正好也在台湾 在台湾吗 对 我们来访问 来观察就对 观察团 观察团 后来一看到 看到这个问题 我是不相信这个是自导自演的 因为自导自演这个太危险了 风险太大 是我不相信 但是问题是当时 当时脸上把这个民众的煽动起来 搞得蓝绿 搞得蓝绿对立的 对立的开始了 特别是第二年他又去中国去 那这个做法我是非常不认同 是是是 所以人家就说我好像什么 为什么你后来投靠民进党 我不是投靠民进党 我本来是国民党 我们本来跟国民党很好的 本来是反共的 我们就是反共的 后来他不反共了 你说我怎么再跟他好下去 是是是 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民进党 对 所以民进党反共我也支持 但民进党好像 有时候也不那么反共 就是我也要 我也要批 你也是有批 对对对对 你是就事论事 对对对对 所以正好那个2006年 他们成立那个雷震文化基金会 那么要请我做那个 咨询委员 做咨询委员 正好那个2005年那个三合一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大败 对 那我当时我就已经很着急 我说明天这个在网站 连站什么一再上来 我说不得了了 这个台湾 所以当时就借这个 当时要开这个会的时候 后来他也提出来说干脆我们就 因为当时我们来来回回也很累啊 两边跑 但是两边跑也很累 也很累 而且我妈妈在香港年纪也很大了 或者在美国太远了 像万一出什么事 也不方便 所以后来说干脆我们就 干脆就我们一起回台湾吧 因为回台湾的时候 我一到台湾 我一定是往数据到数据里面去跑的 先看书 看书 一个是美国那边数少 第二个是很贵 所以我就慢慢很多数回去 但是一进去看 都是介绍中国 哇怎么好怎么好 那时有个新陈的 叫什么在上海了 他们说是 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都失败了 就是出速吹捧中国 这个时候赚钱了 是是是是 我说这个怎么行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回来 就回来 但是我也算机了一下 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是59岁 59岁 我至少还有十年还可以过 对 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已经68岁了 对 又过十年了 我说即使老公 即使老公打进来 也得几年吧 是吧 我到七十几 我也够了 所以影响不大就对 我说我有就豁出来了 我最后最后几年就豁出来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2000年的时候 大家都大家都经历过的 这个国民党不是有一个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吗 对对对 2000年政党轮替呢 他们输不起就去改名了 在内政部就正式的改名字 把反共两个字拿掉了 到今天 只有中国青年救国团 没有反共两个字 后来又演变成什么 又开始宣传要连共制台了 所以我们当然 像我这种从小反共的人士就觉得 这个国家如果继续在他们的手上 那很危险 所以你们对台湾就有更强烈的使命感 更强烈就觉得我们要来参与 所以我们回来之后三年 就在这里成立了 跟几些好朋友 像李小峰教授 黄帝尹律师 我们成立了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 他是第一届的创会的理事长 今天传到我的手上 加台湾还有 你不反共 你把拿掉 我们反共 然后这本书很有意思 还写你们到 从美国还一些家具运回来之后 还进不去台湾的房子 对 美国家具都这么大 对进不去 所以你们一生都一直在搬家 对 但是回来的这个十三年里面 看到台湾也有很多的想法 有一些是令我们惊喜 也有一些是令我们失望 对于人性 对于本身 我们当初并没有了解的这么多 对于台湾人 我们的的确确的真的 像我们这样的回来 我们比较好像客观 比较旁观的 觉得说 台湾其实受到这个中华文化的侵蚀 已经潜移默化到大家 已经根本就已经入了脑了 所以这个是台湾我们觉得非常忧虑的 对 对 其实这本书一直写 还写到这个 包括算是很新的资讯 还写到香港反送中 是 所以这个老师真的是 把你这一生一直到这个最近的事情 全部都写进里面了 我们回来之后 大部分的这些社会运动 年轻人办的社会运动 包括雨伞 我们都完全参与的 是 我们都尽可能去参与的 嗯 因为我觉得香港给我第二生命 对 如果没有香港 我简直就是 就是我可能就默默无闻 在世界上就这样子消失了 香港给我个舞台 第二生命 然后发挥我的专场 对 而且 而且 后来我回到台湾 我也搬家也搬离了 所以 而且回到台湾感到特别的感受 因为台湾很多就是明南人过来的 跟我在印尼 因为我抱歉是明南人 跟那个生活环境各方面 是厦门 什么世界厦门 所以我等一想返老还从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当做我自己的家乡 就永远永远死守 我也不想再走了 你困难他来了 我就跟你 就这样子了 对 所以我会曾经对 对 2008年数学的时候 但是我会曾经对一些民众 对一些民进的支持的时候 我会跟你们一起 在台湾死守 我的意思是再次 再次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畏惧了 可是老师杨姐 你们都观察政治一辈子了 然后这个 没有想要放轻松一点 就抛开政治圈 不管是蓝的绿的 或者是共产党这些东西 然后再去做一些 很多老人会做的事情 你们两个都没有这样想 不行 因为 有使命感 因为台湾跟香港的年轻人 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前途 是 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我们算是台湾人里面 跟香港的年轻人 特别多接触的 而且这几年因为关心他们 他们来台湾 我们都会请他们吃饭 带他们去 交流就对 然后我们就严重的被 中国的国安系统 严重的掌控 严重的破坏我们 贴标签 香港的左报 文汇大公报 长期四五年里面 经常半版一版的 给我们取一个外号 花名叫做毒鸳鸯 说我们五毒俱全 甚至包括这一次的反送中 居然也有左报 说我们幕后在参与 点名你们 这是胡说八道 我们最多就是说同情他们 他们来的时候 请他们吃餐饭 可是我们直接认识了 好多个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身上都带着遗书 他们身上都带着遗书 他们跟我讲说 我们随时可以坐牢 我们死在香港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一天都不愿意接受 被送到中国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么激烈 到今天 今天香港已经是个全民运动 老实讲 在台湾我们没有见过 台湾包括你说 就算是太阳花 也不过大了不起就是 曾经有五十万人 最高五十万人 最高就五十万人 但是今天香港来说 真正的已经几乎是全民的运动 对都是百万 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这样在运动 我们其实也很想放下一切 游山玩水 我也非常想要过好好的日子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忍心 台湾的小孩我们也有顾虑 就是说2020我们也担心 那么尤其香港的小孩 看不到明天 他们随时都准备要牺牲 所以我们还是停不下来 我心里还是很愧疚的心理 因为回到中国去 那时候先是为主国 到后来不行 我自己跑出来了 跑出来 我懂得这样 我跑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1970年的时候到过厦门 我一个朋友带我去看 那个红卫兵的坟场 几百个墓碑 都是红卫兵自己自相残杀 逗来逗去 逗来逗去 自己逗死的 所以我就想 我还好不是他们的预言 我总算能够跑出来 当我跑出来 我不能把中国的事情不顾 所以我后来也关心中国问题 这个本身也有一种想法 就是不能 我既然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 我自己一个人跑出来 结果很多中国人都留在那里 我心里一种愧疚心 所以你对中国的人民还是有情感 对 在香港也这样子 但香港没有人喊港独 我也不能喊 但是我喊港独 我肯定被人家打死都可能 但是我跑出去 但是走了以后 看到香港人在 特别是2003年 那个就有一次50万人游行 但是我在美国都哭了 我想 我当时抛弃了他们 我自己走掉了 是 所以现在总是想办法 能够我在台湾 对香港人是有点没救的 尽量做一些回报 我懂 如果我们没有走的话 尽量做一些回报 没有走的话 我想我们已经死在街头了 所以我到台湾 台湾在无论是什么情况 我不能再像以前人 一个人跑开了 我一定要在这里跟台湾人一起 何况台湾等于是 就像彭氏副总统讲的 这是华人民主的灯塔 以前李登桂总统也讲过的 所以我想这些问题 但是我相对来讲 我到台湾 我对中国 对香港的关系 已经比过去少了很多 因为我认为 台湾是我们最后的居地 如果台湾都没有了 那你在中国 香港怎么同情都没有用了 所以我就把 几乎大部分精力都 放在台湾 布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最后你们两位 有没有最想看到什么 是中国真正的民主吗 还是这个华人的一些 什么事情 让你们是最想看到的 我自己对 因为我后来我也一直反思 为什么中国的问题 一直长期难以解决 你包括六四 出来的时候一百万人 但是一打下来以后 就完全就无声无息了 对对对 而且就是 所以我一直在想 你说是马列主义害中国 的确害中国 但现在中共还有什么马列主义 为什么共产党还是那样子 抓这么紧 还抓得这么紧 所以我就真的从 我就从文化上面去 去探讨 所以后来我也佩服 这个第一篇给我写 《西元的礼节》 他对中国文化有很有 很有研究的 当然可能有些言论 比较遍及一些 但是我很认同 应该从文化上面 大家去探讨 所以这个问题上 是我觉得 这是我后来 后来在我自己认识上面 有所提高的 但是我说我也没有尽力去 再去把过去那些 中国文化那些 从这些研究过 我也没这个经历 但是我觉得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是要 主要问题 可能出在文化上面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自己是想法了 即使共产党倒台了 中国不一定可以立刻民主化 对啊 而且有些人会说 会不会更乱啊 是不是 所以我的理想里面 我的想法里面 我在2003年 从美国回来 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讲过 我在想到 因为我在比较向往 就是当年的联省自治 就西海革命以后 那时候中国思想最活跃 对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需要经过这个阶段 比较好一些 你要真的一个中央集权 你想整个国家 从个专制到民主啊 肯定很难 哦 四三个国 四三周就是慢慢这样 所以中国我希望将来 如果困难倒台以后 各个省自己 自己选择自己的领导 自己来相互竞争 我这个省会做得比你好 他比他好 我们这样子 这样子慢慢的 就是你不能是联邦制 也是邦联制 都要自下而上 只有这个办法才会解决 你想一靠北京 哪一个领导人换了 把整个中国这样扭转过来 我觉得几乎是 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难的 因为即使他是最高领导人 他也不敢 忤逆下面这么多的党义 是啊 那杨姐你先 我想对 我想对汉森 我非常感谢 今天有这个机会到 特别是 你们这个电视台 你们这个电台 那么 因为我是外省第二代 那么因为我不一样的 这个人生的经历呢 我要坦白的说 我从海外回来之后 我大部分的家人 我的同学朋友邻居 都跟我的政治观点不一样的 那么 他们觉得我好像 怎么搞呢 搞什么反共 弄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说 好像比较支持 跟他们不一样的政党 因为你改变了 就对了 因为我改变了 可是我一直希望在这个中间 我一直希望 包括在香港 我也是一直在做泛民民主派 跟本土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么在台湾呢 我是不完全否定 包括绿营的人 那有一些作风 我是不同意的 我懂于 你们有些会批判的 我们主要就是 我们是批判的 那么我不完全否定 包括老蒋 他的反共的精神 对不对 延续到今天 所以我是觉得 我希望 蓝绿之间 因为也有受到一些挑拨 所以大家好像 尤其是从连战开始 大家很对立 对 我对于某一些人 爱表现 拿着刀子到处去找几个 什么老蒋的头像去砍那个头 我是批判 我是很愤怒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攻击 这个是伤害 这个是加深了大家的分歧 那我人生最后的一件事情 我是希望能够保住台湾呢 就像我先生经常他在呼吁的 台独跟华独 大家要联合 你要合作 大家真的要放开 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 保住这一块土地 对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对抗任何外来的侵略 如果抵挡了红色的势力 挡住了外来的侵略 台湾人能够好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们根本不应该分彼此 怎么可以分彼此呢 我的家人里面 即使他们长一辈是蓝色的 他们很多的儿女嫁娶 也是不一样的政党 也是不一样的颜色的 我们之间 蓝绿之间 已经都混 就像他说 杂种人生一样 都已经混在一起了 我们不能分了 我们下一代更加不能分了 没有这么极端的蓝绿地 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我人生 如果你要说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老实讲 就是因为我放不下 不然我已经去香港了 我放不下的就是说 我觉得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 我可以更多做一些事情 能够让台湾人与人之间 更加的和睦 更加的不要对立 其实蓝绿之间还是有合作的很多机会 并不是这么极端的蓝或极端的绿 没有错 现在就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过度极端 最后保华老师 帮我们把书名稍微解释一下 很多人看到这个杂种人生就很有意思 因为咱总是这样子 我爸爸当然是基本上是汉人 但是我妈妈 她自己都以为自己是满族 但是后来 新安革命100年的时候 有些资料出来 发现自己其实不是满族 应该是蒙族 波尔基基特式的 早期 他们家的姓 早期就参加 挪尔哈斯在东北的一个启示 但是问题是 他们后来 汉蛮也就通婚的通婚的很厉害了 所以我就想我自己就 汉蛮蒙回账 武朱共和我就有三组了 所以我说这个是杂种 从血统上是杂种 而且我说杂种不坏啊 我说不是杂种 在近亲婚姻 这个近亲反这才是 想要出问题 才是出问题 所以我想给杂种平反 因为从我的经历来讲 我跑到很多地方 也是不一样的人种 我自己思想发展来讲也是 也是经过了红色的 蓝色的 绿色的这个东西 也是混杂的 所以很精彩啊 所以我说这个杂种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就是 对这个社会运动里面 一些激进行为啊 我是一直抱着 抱着理解 抱着理解态度 但是理解态度 我们要会反省 因为我曾经 我也是第一 我是第一代的愤青啊 年轻的时候 你也干这种事情 也会干这种事情 所以但是我觉得 是要理解 但是我们又会反省 所以包括 我觉得香港这些 节点做得很好 香港年轻人 有些东西 比如在国泰 比如在那个机场 做这些太过头了 他马上就出来道歉 是吧 但是台湾这方面 我觉得比较缺乏 如果你说你搞到一个锅头 可能对整个大局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出来 再道歉什么东西 这个有助于 对 有助于大家团结 但是如果说你明明几斤了 已经久了 苗头不对 你要继续走的话 我是怀疑后面 是不是背后有人在 操弄 对 在操弄 利用一些年轻人 这样子就不好 对 在树里有讲到很多事情 这个当你做到一定的程度 什么时候见好就受 而不是一直满重下去 尤其是台湾 其实在国安方面 已经被中共渗透的相当不少了 即便我们一个小小的十年的 一个最小的团体 我们从来没有出来募款 我们既没有办公室 也没有请人 就在我们家饭桌上 我们十年来是在 站在厨房里吃饭的 那么一个那么小的一个 一个小的组织 都发现了几个 有问题的人 我都抓到几个 有人承认了长期是提供我们的信息 给某方面的 也有人定期到香港去跟中国方面去接洽的 是是是 连你们这么个组织 这么小一个绿豆 绿豆没大的 所以你想想看台湾有多多严重这个问题 可能你们的名称有反共两个字 所以就自然会被关注啊 如果你是什么台湾青年成长营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还有一点太重要了 他今天露了说了 就是他的祖先 他的祖先原来就是南京条约 签署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给英国的蒙古族的齐善大将军 是他瑞甄的祖父 瑞甄是满族正皇旗 瑞甄的表妹很出名 就是那个跳井 慈禧太后逼他跳井的那个真妃 真妃啊 就是瑞甄的表妹 瑞甄的祖父就是蒙古大将军齐善 父亲是蒙古大将军 祖父是齐善 祖父是齐善 那么长期以前是被人家骂卖国贼 包括他也被人家骂卖国贼 因为他同情什么维吾尔的 南蒙古什么西藏 他也是 那么今天香港人开始反思 我已经看到网上有一些文章是说 好家在非常感谢 当初如果那100年没有割让给英国的话 香港今天就是个大渔港 怎么会有东方之珠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巧合 而且刚好这个timing这个时间 我们出了这本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不是要这个卖广告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 你去书店找一本这个书 我的杂种人生林宝华 对这个老师的这个81年的这个人生 几乎就是这个整个全球的近代史 都写在里面 连911你也遇到了 然后六四天安门你也遇到了 文革你也遇到了 什么事情都让你遇到了 所以这本书很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谢谢我们的林宝华老师 以及这个杨姐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